由身心障礙朋友組成的 戰男樂團帶來的木香谷表演 獲得現場熱烈掌聲 伊甸基金會特立在國門廣場 舉辦名為愛無愛友善日活動 倡議不論在日常生活 或是工作交通等各方面 都應該更友善身心障礙朋友 真的我們很期待大家好 真的能夠從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身心障礙朋友 他們不需要被可憐 他們不需要被同情 他們要的就是支持 他們要的就是他的權益可以被維護 他們能夠跟正常人一樣 共大一起生活 這項活動倡議也獲得 基隆市長謝國良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以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 楊玉欣親自參加 並且和伊甸基金會 副執行長何天元 以及基隆區區長李連一起合作 翻轉大型抽抽樂模型的方式 來表達支持和響應 所以我們也希望未來 再跟伊甸可以再更多一些的合作 可以再更多一些的探討 未來我們的關懷跟服務 我跟玉欣最近很重視 這個無障礙者的交通問題 我舉例我們目前大概有需要 這一類特殊交通的市民朋友 有障礙者朋友們 大概有6000人 但是我們實際提供出來的 大概只有120人 所以這中間還有很大很大的 一個數字目前是 沒有...目前沒有提供到 玉欣我這個數字大概是這樣 對差不多 所以明年就是我們要針對 無障礙的這個交通的提升 我們要提升 我們能夠服務到的人次 當然你說現在充分的服務到6000人 我們還做不到 不過最起碼要從現在的120人 要大幅的提高 要大幅的提高 所以我們會繼續的努力 那我也很感謝我們議長 只要是這些入市朋友的預算 議會都是不遺憾的支持 金融市政府 金融市議會都非常的重視 大家一起來參加 關注伊甸基金會的活動 伊甸基金會長期關注我們的 所有需要幫助的朋友 我想我們金融市城市的精神 現在在謝市府 謝國良市長的領導之下 他其實提倡了很多 有愛城市有愛環境的相關政策 我想透過伊甸基金會的推廣 可以讓更多的市民朋友 去關注 我們其實社會上 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幫助的人 只要我們多關懷一點 多關心一點 踏出一步伸出雙手 也許我們都可以幫助到一個人 所以這樣子的城市文化精神 我想透過市政府跟市議會 共同來推動 我想會讓我們的城市 可以逐漸走向有愛 就像市長在推我們這個 他剛剛自己沒講 我幫他講了嗎 友善性能 我們現在我們很多重要的 這個各大路口 都有綠色的這個斑馬線 其實很穿越到 其實就是要提醒大家 主辦單位也在現場安排體驗 身杖朋友不方便的活動 議長童子偉親自參加 體驗身杖朋友生活上的不方便 戴上主辦單位準備好的 特殊阻擋視線的眼鏡 體驗感受身杖朋友們 平常穿衣服和打開抽屜 找東西的不方便 現場也有許多民眾排隊 體驗坐輪椅 行進轉彎和爬坡路段 實際感受身杖朋友們 日常生活的辛苦和不便 記者吳韻松 紀錄報導